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我是林语 2580集 林语、奎木郎和云州三个人立马警觉起来 双眼紧紧地盯着楼梯口出 不敢发出任何的声响 甚至连呼吸都刻意收敛 不过此时楼道里面突然安静了下来 没有丝毫的声响 而他们通过夜视仪 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楼下上半段的景象 楼梯上一直没有任何人影 突然间一个黑色椭圆形的物体 从楼梯口处朝他们飞过来 小心,是手雷 几乎看到这物体飞来的刹那 奎木郎便已经判断出了 这物体正是他垂涎三尺的手雷 不过就在他说话的同时 燕子手中黑丑已经飞出去 精准地甩打飞来的手雷之上 并且将手雷击飞了回去 跌落在楼道当中 砰的一声 手雷瞬间爆炸 同时响起了几声惨叫 奎木郎心里顿时庆幸不已 多亏地上死去这帮人 给他们送来了夜视仪啊 多亏了死去这帮人都是穷鬼 否则黑暗当中他们四个人丢一个手雷 等他们听到手雷落地的声音 那东西都爆了 只怕他们四个人不死也伤啊 想到这一点 奎木郎心中莫名火起 未等林宇发话 他抢先说道 上 话音一落 他用力一蹬 率先朝着楼梯口冲下去 林宇燕子云舟健壮 也立马摸出了武器 跟了上去 此时他们四个人都有夜视仪 在黑暗当中拥有势力 战斗力得到极大解放 完全可以便被动为主动 抢先发动进攻 楼下那帮人 直接被扔出去 又飞回来的手雷给炸蒙了 所以在林宇等人扑下来的时候 他们几乎没有做任何的反应 刹那之间就被林宇等人 扑杀掉了三四个 算上被手雷炸伤的那几个 还没交手 便已折损了将近一半人手 随后其他人这才反应过来 大声地惊叫着 一边朝着林宇等人回击 一边有条不紊地撤回到 四顶楼上的楼层之内 因为这帮人头戴夜视仪 所以也能够清楚地看到林宇他们 不过这些人身上并没有佩戴步枪 而是青色的近战武器 有的使用短刀 有的使用军刺 有的用的小斧头 战斗力不容小觑 比刚才冲上的那帮人 又过之而无极 虽然他们的格斗招式不算刁钻狠辣 但是一个一个力量非常大 挥舞着手中武器呼呼作响 攻势凶猛 速度始终没有放缓 仿佛感知不到疲倦一般 饶着林宇他们也被这帮人如此凶猛的攻势给震住了 再加上这些人人数占优 他们短时间内竟然跟林宇等人形成了势均力敌的态势 有意思 奎木狼见到这些人实力不足 反倒双眼一亮更加的来了兴致越战越勇 不过这对身上负伤的林宇 燕子云周三个人十分不利 拖得越久 对他们的消耗越大 所以林宇直接冷声说 速战速决 话音一落 手中攻势率先犀利起来 在前面一个人一斧头劈来的刹那 他仍旧跟着钢材一般不出其锋芒身子一撤 躲开斧头紧接着脚步一滑移动到这人身后 同时他又并猛然惯例狠狠的一掌劈在这人后脑上 虽然掌心隔着这人后脑还有三十多公分呢 但仍旧是咔嚓一声 直接将人后脑骨拍碎 半个脑袋都凹进去了 这个人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便一头再倒在地没有声息了 为了迅速解决掉这帮人 林宇直接使出了对身体状态要求极高的气功类功法 但是这掌拍完以后 他的胸口气血一阵翻涌 隐隐作痛再次袭来 其实刚才追附完冲上楼顶的第一拨人 他便已经感觉到有一些疲乏 但是胸口的伤势并未发作 现在陡然一用力 胸中的内伤再次压制不住 不过此时他已是顾不了那么多了 一心想着尽快解决掉眼前敌人 否则他们的处境只会更糟 紧接着他又再次两掌轰出 对面的敌人对他这种隔空杀人的掌法没有丝毫了解 见林宇隔着两米左右距离对他们出掌 只当他是疯了 所以他们最前冲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躲避 这就导致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呢 大半张脸犹如感受到外力冲击的一拉罐 瞬间凹变 双腿一软 一头再倒在地 解决掉了眼前几名敌人 林宇顿时唱出口气 一咬牙 压制住了胸中翻涌的气血 而此时的奎木狼燕子云州 也已将眼前的敌人解决得差不多了 等到将最后一个敌人一斧头放翻 奎木狼忍不住呼吱呼吱地喘着粗气骂道 骂的 这帮兔崽子确实是跟楼上那帮人不是一伙的 他们仿佛感觉不到泪一样 而且真是扛揍啊 有个小子我砍了他三刀都没死 太他妈的难缠了 听到他这话淋雨 脸色陡然一变 他突然意识到急忙冲奎木狼喊 奎木狼大哥快 搜搜他们身上 有没有金属材质的注射器 刚才只顾着跟这帮人产斗 林雨并没有时间多想 现在经过奎木狼这么一提醒 林雨才猛然回过神来 这帮人不知疲倦的特征 像极了注射了米国特情处基因药液之后的症状 因为他对付眼前的敌人都是一掌毙命的 所以他并不知道这帮人身上被刀割砍了之后 都不知道疼 虽然奎木狼这么说 但是林雨可以断定这帮人多半是注射了特情处的基因药物 好 我找找 奎木狼赶紧答应一声 立马在这帮人身上搜索起来 很快便从一个人身上摸出了一个长条的硬物 掏出来一看 果然是一个金属材质的细长注射器 呃 宗主 果然有 奎木狼急忙拿着金属注射器走到林雨跟前好奇地说道 这是不是就是您所说的特情处研发的那种基因药液 虽然当初他们没有陪着林雨一起去长白山 但是也听林雨讲述过有关于在长白山的经历 其中就有关于在山谷当中被注射基因药液发狂的特情处成员伏击的遭遇 嗯 应该是 林雨仔细地看着手中的注射器 面色凝重 虽然夜市仪势力不佳 但是也能看得出来 这支注射器和米国特情处的那种基因药液所用的注射器极为相似 看来这帮人是特情处的爪牙 奎木狼说着颇为惊讶地扫了一眼地上的尸体 他不敢置信道 真没想到这种药物竟然这么神奇 刀砍在身上都感觉不到疼 如果不是第一次见 我还真是不敢相信 想到刚才那帮人不知疼痛且不要命的架势 奎木狼仍旧感觉到心中一阵的后怕 虽然这些人注射药物以后仍不是他的对手 但是这种超乎常人认知的举动和反应实在是有一些害人呢 俺感觉这个药物 跟俺们当时在长白山碰到的那帮雪地府所注射的药物不太一样 B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